你别管了 行了 你就别管了 我倒要看看 我生的儿子多有种 咋了 咋呀 睡 睡 睡 妈 真是 你能出院你不能激动 美美 让一下 让妈说 你少装正人君子 林光达你来得正好 我正要找你呢 你站着别动啊 等着 来来来来 林美 你干嘛呀 林光达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张辰 你干嘛呀 张辰 你干嘛 小姐 你不能让她这么欺负 你伺候她一辈子了 你看她对你干的那些事 是 不能这么放过她 行了 妹妹 你给我闭嘴 闭嘴 妹妹啊 你记住了 这辈子我不会再对你 多说一句话 都怪我多嘴 我自作自受 妈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我别管 快 快 大姐 你这 爸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把俩人气成这样 怎么了 到底 行了 你去医院 我跟你去 不用 你就是跟他去了医院 也不能什么都说啊 我还是回家吧 姐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 你 我知道你心疼我 你不能拿菜刀啊 姐 要不然 你让我跟林光拿谈呢 你就是把他杀了 我心里的痛也抹不掉 那你打算怎么办 那你打算怎么办 车到山前必有漏 这不是都已经到山前了吗 还没到 到了我会有办法的 别填乱了 好 嗯 美美老觉得妈妈最烦 又粗暴又坏事 现在自己怎么堕落成她那个样子呢 她突然意识到 原来妈妈往往也是好心办坏事 一着急就不管别人的感受了 来 小雨 拿个书包 赶紧进去啊 爸爸走了 去吧 进去吧 爸爸 爸爸 我要你和妈妈一起来送我 不是 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要把妈妈一块儿送你啊 又为你们一起做我就不会分开了 你怎么还想着这个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这是大人的事 大人的事啊 你要大人自己解决 知道吗 妈妈永远不会回来了 我以前知道都是妈妈来送我 现在是爸爸来送我 妈妈来送我 爸也不来送我 爸爸来送我 妈也不来送我 你们这样永远分开了我 你妈妈妈妈妈的就会要离婚了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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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没有 听爸爸说 这样爸爸向你保证 绝不和妈妈分开 大妈妈你 这样 爸爸现在就给妈妈打个电话 自己跟她说 别哭了 你说服吗 аjani心 Kom A6 preco çal 吧 再说配킨otch 还要说的 klose 那他不是黄泽综的 怒绸 我见到了 我愿意 到底我见过眼睛 我觉得真的就是 Cambrico 女人去了 我还有小宝儿几个 谁让她 我和她的生命 师父别哭了啊 你进去看 谢谢啊 还让我去 当然去了 为什么不去 嘉诚昨天就不高兴了 我再去 必须去 我跟你说 我弟弟这人就是面皮太薄 为了这个老是受养录的欺负 我大姐呢 老是善良 就让林光达给欺负 我绝对不能让我弟弟 再受人欺负 没门 我去了 有什么作用 作用大了 一 要监视养录 看看她和谁来往过密 二呢 要提醒她 你得注意了啊 别想背着我弟弟玩什么猫腻 我大姐就是没做到 亡乱与未然哪 结果就成了乙丹了 要是贾成知道了 那怎么办 为什么要让她知道 再说 就算她知道了 我们也是为了她好了 好 不想让我弟弟带猫腰子吗 进去不让 那还犹豫什么 不犹豫 还好了 快去 别让我白爱你一场 好的 真乖 这种幸福的感觉真美妙 回来 美美跟你说什么 继续深入谅后化妆侦查 摸清底清 摸清 摸什么底清啊 当初这么干就错了 不能错让人家错 我得听美美美美美 你听什么美美的 美美都得听我的 我是她爸爸 是是是 你是美美的爸爸 但你也是我的爸爸呀 爸爸这个称号 现在并不重要 他只是个符号 幸福的感觉 那才是最美妙的 说什么呢你 你给我回来 哎哟 爸 叫他干什么呀 啊 快快快 赶快去 把他给我追回来 您真逗 就是我让他去了 我追他的 当初我让他去就错了 不能错上加错 你说这事 如果贾成知道 那多大的不愉快啊 有什么不愉快的 我跟你说 他就是有一万个不高兴 也跟您没半点关系 我全扛了 你扛什么 你扛住吗 咱们现在没有抓住 任何露露的把柄 你说他知道 说得过去吗 说不过去又怎么着了 这杨璐也太不讲理了吧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想工作了 他就不管别人了 他想拍戏了 就玩离家出走 他要离婚了 就丝毫不顾忌 我弟弟的感受 别忘了 这儿还一二姐呢 我跟您说 我让左小冬去 就是为了搅他 让他拍不成戏 就让他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不讲理 可问题是他 来 爸 别可是了 左小冬只是第一梯队 我这第二梯队 还没上场呢 行 你们就这么弄 本来不离的 也得让你们搅离了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您怎么这么想不开呀 这阳路有什么了不起的 都秋天的叶子了 还以为自己是鲜花呢 那怎么这个才说呢 不 这句话也说了 那你接这句 蓝姐 嗯 那个老头又来了 露露 你别管 我去会会他 哥 哥 我不是他 哎呀 你放心吧 以前练过武术 后 后来啊 才练的国标 放心 稍稍的 走啊 看拍戏呢 对 看拍戏 我都盯了你好几天了 不像看拍戏的 一直在看我们陆的小姐 什么意思啊 你这眼神不对 那还不对啊 说谁呢 说 你干吗打人 我说一下 你再说一下 你再说一下 我干吗 你快过来吧 腰已经扭伤了 这怎么说呢 都这算呀 还年轻人呢打架斗殴 警察同学你错了 我怎么就要打架斗殴了 那你不打架斗殴你什么呀 说得高尚一点 我想不良倾向做斗争 说准确一点这是正当防卫 我老年人岁数大了就好欺负 老年人是不好欺负的 人家这么说你还有理了 我当然有理了 话又说回来了 我看看女演员我有什么错 不分金虹照白上来就随着暴打 你看这腰 你看脸也打肿了 我不派他派谁呀 谁知道 你那一板砖推选了 你派出人命了怎么办 派出人命我我我我偿命 伤了我赔钱我给他治 但是有一点 那板砖是他应得的 要不然我对不起那块砖呢 警察同志 你们把握怎么样吧 你上次演完了 人小伙子还在医院治疗呢 我跟你说啊 就你这行为 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要对你处于十到十五天的行政拘留 等小伙子出来 看上什么态度 人要高风两劫呢 我们少关你一下 人要不干这事还真不好说 是 来 苏理事 我自己来 好 慢点吧 这新来得还挺帅气啊 隔天是个打杂的 有点委屈吧 是啊 好歹还是有海归呢 海归 好 苏理事 这是一样的资料 贾成 有没有时间可以聊一会儿 行了 你坐 好 贾成 你有没有想过换一份工作 什么意思 我觉得你做这个 有点大材小用吧 工作不分贵贱 再说了 我现在也需要一份不用出差 也不用加班的工作 只有这样才能照顾好小语 那你如果把小语给杨璐 你就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要是失去了家庭的完整 工作的再成功有意义吗 我以前就是这样 永远都是加班 最后一个从公司离开 我在会儿拼命地努力 不就是为了让妻子 让孩子一事无忧 可是最后发现他们要的 根本不是这个 我知道我现在做得很差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已经很努力了 为什么就非得抓住我以前不放的 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王阳还能补牢呢 那凭什么就得给我判死刑呢 你觉得这对我公平吗 行了 对不起 说话有点激动 我出去工作去了 家长 你知道我要给杨璐打这个官司 我每天都想着 要在法官面前怎么样说你的不是 怎么样说你的不称职 只有这样 小远的抚养权才能归杨璐 可是你现在来律师事务所工作 你每天在我眼前晃悠 你做的这些工作 原本不应该是你做的 家长 我越了解你 我越矛盾 我越不知道 我该怎么打这个官司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你怎么不弹了 不想弹了 为什么一手还没弹完呢 你觉得我刚才弹得好听吗 好听啊 必先弹得好多了 而且也很流畅 也不像以前那样 经常弹错剑什么的 妈妈已经好久没有听过我太巧 爸爸 现在奶奶已经不喜欢妈妈了 二姑也不喜欢妈妈了 现在妈妈很无理 爸爸你能带我去看看妈妈吗 可是 可是妈妈现在在拍戏很忙啊 我们去了会打扰她的 不会的 她拍戏的时候 我坐在边儿 看着不说话就行了 你真能想妈妈呀 是啊 我很想很想妈妈 爸爸 就带我去看看妈妈吧 +,否杯 你怎么来的 妈妈 小椅 你怎么来了 不想妈妈 我爸爸也想你 我知道你爸爸也想我 你真的知道 对啊 你爸呀 都派人来看我了 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没看今儿停工了吗 我也争大闷的 怎么回事儿去 别演了 赶紧就快去走票门了 你又 去留了 那我能看看她吗 现在都是趁点时间 你明天上班啊 不是 那你去留多少时间啊 最少十天 你开什么事儿 妈妈 你今天带我吃什么呀 我们去吃西餐好不好 那爸爸跟家路过来一块儿吃吗 他去派出所了 那那你干吗 去看他的一个朋友啊 妈妈还来不来呢 怎么了 你不想跟妈妈在一起啊 不是的 爸爸向我保教你 保证什么 你猜 保证每天都给你做饭 不对 保证好好照顾你 不对 保证在你弹钢琴的时候 一心一意地听不开小差 有错 还是我告诉你答案吧 爸爸保证永远不和妈妈离婚 你爸怎么跟你说这些啊 不是爸爸说的 是我问爸爸爸爸就说的 那你为什么要问爸爸这个 那你为什么要问爸爸这个 我爸你们笑压压的爸爸妈妈没有用我走开 保证 我妈妈 我和爸爸说你 我和妈妈 你现在你妈妈不和妈妈儿实握我的 对我 你会给你 我要和爸爸在一起 妈妈 我求求你了 你就抱着我 朋友和爸爸在一起 不要和爸爸分开 我说你劝劝他 都什么岁数了 没事老追着人骗了女人看 上回就进来一回了 人家这回又闹这么大事 都给人家伤得不重 那要伤得重 就不是拘留的事了 小燕好像不高兴了 是啊 因为我没向她保证 保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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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 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这么难听 我知道 她给你的设置组带来很多麻烦 我代她 代我二姐向你道个歉行吗 可是你也应该体谅我家里人的心情 毕竟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我 你好无辜啊 这么大的事你二姐不跟你商量 你不会把责任全推给贾美美了吧 杨璐咱们生活了七年 我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你不知道啊 这点信任都没有 没有 你要让别人信任你 你得有能让别人信任的行为 行 我承认以前是我不对的 但是在离开你这几个月里边 我一直在反思 我为了小远 我先后掉了两份工作 我放弃了去外企的机会 我现在正在苏可的律师事务所打砸 为什么呀 不就是图一个不出差吗 我这么说素可都感动了 你却无动于衷 还说我是苦肉计 说我发动朋友 做那些龌龊的事情 说跟踪你的人我事先知道 不是 你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你知道吗 在我一个人带孩子的这段时间里 我慢慢能够理解你当初 那种过激的行为 我理解你 你为什么要跟我闹 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为什么想离婚 因为我明白了你的感受 所以我反对离婚 我现在想努力跟你复合 可你一而再再而三地 对我人格进行侮辱 你要再这样的话 我真是心灰意冷了 既然大家都没有信任了 那分开不是解脱吗 反正你对我的影响 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你要再想让我信任你 起码你得做到一点 你把小远交给我 你说 什么时候 现在 杨姐 赶紧继续化妆吧 都等着呢 昨天丢的进度 今天得赶上来 快点啊 我看还是等你 闲下来再说吧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小远 小远 走了 回来了 我给你留着饭呢 我不想吃 是 哭了 走了 妈 我事您得别管 半姐 正好我有事找你 妈 你把小远送到楼前 我有几句话 跟二姐说一下 什么话我还不能听啊 就在这儿说 哎呦 您这心脏又不好 操这份心干吗呀 儿女的事 我能不操心吗 小远听话 上楼谈情去啊 就这儿说 这 其实也没什么事 您不能听的 夏秋 你就是想质问我 为什么要让走有东 去监视洋路对吧 是啊 有这个必要吗 啊 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现在一个伤了 一个拘留了 这就是你想要的 谁拘留了 当然是左小冬了 他现在为了咱家 可是拘供尽水 连牢都要做了 那 那伤的是谁呀 还不赶紧托人 先把左小冬弄出来再说呀 能弄得出来吗 我跑了一整天了 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真是 你说他那么大年纪了 就是为了他媳妇的婚外恋 你们谁想过他的委屈了 怎么了 杨璐在左小冬上 真有什么事了 行了 别听了 你胡说八道 我跟你说啊 杨璐想跟我离婚 那跟婚外恋没关系 你怎么这么幼稚呢 那个男演员 他为什么打左小冬 他跟杨璐什么关系 生日组那么多人 为什么就他看不到 左小冬监视杨璐了 还是心里有鬼啊 那左小冬被打了 打伤了吗 伤了 得抓起来了 都关拘留了 不光要赔钱 还坐牢呢 而且我再说一遍啊 杨璐跟我离婚这事 那是因为我常年不顾家 跟婚外也没关系 再说了 杨璐基本有什么事 也用不着你来管呢 尤其用这种方式 你意思我多管闲事呗 你可不是吗 你说你现在这么做的 杨璐怎么看 行 贾成 我管你真是多余了 我这辈子 绝不再管你的事 美美 你看 贾成 你看 贾成 这件事不怪美美 其实一开始 就是我的重要 我让周小灯去到剧组台 你 就是你爸爸参与这件事 也没什么错的 您跟你说吧 我们全家都对杨璐有意见 大家都想帮你 从这之中找出道理 你看 你不但不领情 还怨人家 你要瞧我们不顺眼 我们可以搬走了 我和你爸和你二姐 我们搬回城里去 不得了吗 妈 你还不嫌乱呢 提这个干吗呀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咱们蒋家是该散了 你把嘴都堵住 一个字都别说 让我安静一会儿 我一个字都不说 我倒杯水跟你顺顺气 这气能顺吗 顺得了吗 好 爸爸 我不想谈了 你为什么不想谈了 你问小远怎么了 怎么突然不谈了 爸爸没有想我保证 爸爸你们要是离婚了 我该怎么办 小远 那你告诉爸爸 真要是离婚了 你想跟谁过 我不想爸爸和爸爸离婚 或者假如我是一个 懂事的孩子 要挺着爸爸妈妈的难度 他一直在乔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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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妈妈的平衡 我都不敢乔护 他一直在乔护 他一直在乔护 看一看 我看 兔胚羊 又有了 越过越长 羊配兔 越过越富 我属兔 大蛮属羊 纯属天配 如果我们俩就结婚了 那肯定会事业 情感上 都会非常顺利的 好呀 那就快结婚啊 是啊 我也想赶快结婚啊 可是 严重缺少理解万岁啊 命理注定的事 就只能全看天意了 菁姐怎么了 两个人像穿了一条裤子似的 对啊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两个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姐弟 对吧 对 我们会祝福彼此 可是与我们相比 爸爸妈妈为什么 不能理解我们呢 为什么不能理解我们呢 等你们做了父母 就能理解我们了 对啊 妈 我今天约了王那谈结婚的事 你们快来吧 我 我今天有个会 是不是不够专一的人 也不会关心子女 晓月 别老拿这个事说事 妈 实在不行我坏家坏进公司也行啊 但是我希望你们能来 放心吧 会的 晓月 晓月 其实爸爸并不是反对你结婚 那是为什么呀 我是担心你 尽管周大满非常努力 人不坏 但对咱家公司来说 他就算三分之一 有了半个家里人吧 那如果我跟大满结婚了 我们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急着结婚 你是不是不怀孕不怀孕了 你瞎说什么呀 你瞎说什么呀 当然了 如果你们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现在也可以怀孕生孩子啊 胡说什么你 爸 难道你不希望我过得幸福吗 爸爸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都希望你能得到幸福 从你生下来开始 那时候 那时候我就开始担心你了 你学走路的时候 我怕你摔着碰着 脸被刮伤 你上学的时候 我怕你被人欺负 遇到小流氓 我常跟你妈说 你们学习了好坏 当然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这一辈子只要能健康地成长 不生病 当你生了病 爸 你要干爸爸给你干 你要心脏 我爸爸心脏也可以给 什么都可以给你 爸 你干嘛呀 你干嘛 您别这样行吗 我不想哭 你就是不了解爸爸的心情 晓月 爸 我来了 你怎么来了 怎么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知道了 来 晓月 你怎么也来了 我让他来的 晓月告诉我 说林总让阿姨同意我们结婚了 太好了这是 真的吗 同意了 把手拿开 我没说过这话啊 爸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你刚才不是还说 为了我什么都愿意做吗 晓月 我在努力说这些感动你的话 努力扮演一个好父亲 你为什么要撒谎 我什么时候同意了 总之我反对 反对你们结婚 好 妈呀 林总 阿姨 妈 妈 你帮我想想办法呀 晓月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干嘛要撒谎呀 别管她 算了 干嘛 我们走 就算办一个只有咱们两个人的婚礼 也没什么嘛 走啊 晓月 要不咱们的婚事先还一碗 你什么意思啊 我想说 也不再多给阿姨和叔叔点时间 让他们对咱们多些了解 你是不想跟我结婚吧 我没说这话 我想你结婚 算了 我最讨厌你们了 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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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越来越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会跟爸爸在一起 他既不同情达理 又不关心儿女 而且还背叛你 你真的能原谅他吗 那什么意思啊 你希望爸爸妈妈离婚啊 行啊 还是考虑一下自己的婚事吧 做父母的 做父母的都希望儿女幸福 看到女儿嫁一个踏实可靠的男人 他们也会放心 是这样吧 可是周大满就是这样的人啊 爸爸为什么总是反对呢 他今天不是态度变化了吗 别救这部房了 林总 我知道我错了 我不该用您的话 来表达我自己的真心实感 林总 您觉得我要怎么做 才能把您这口馅给顺出来啊 你去说服晓月 让他解释婚约 我这窍儿一下就出来了 林总 您的窍段是顺了 我这口窍儿堵上了 我和晓月马上就结婚了 我还得改口叫您爸爸呢 我们的孩子 还得叫您外公呢 你要能说服晓月和你解释婚约 我叫你爷爷 不不不 林总 都什么时候了 您还开这样的玩笑呢 林总 我向您保证我发誓 不管结婚多少年 晓月在我心里 永远是最美的女人 永远保持前进一致 你 行啊你 你不生气了 你走 给我打 来 晴天 你在婚亲公司说 不反对他们结婚了 是真心的吗 我倒真心希望他们再谈一段 可晓月这孩子一顾接上来 谁拦得住 那你觉得大满 对晓月是真心的吗 你这什么意思 不是 北京房价那么贵 物价也那么高 你看麻雀男找凤凰女的事 不然天天都瞪着 我怕晓月吃亏 大满这个人虽然条件以外 但是工作能力没话说 去年销售业界第一 是吗 另外一家公司还想挖她呢 大满跑过来征求我的意见 我现在想想那时候 可能她就喜欢晓月 是舍不得晓月才放弃高兴留下的 你对她评价这么高 干吗一直反对啊 是因为 因为太突然了 我自己女儿在我眼皮底下谈恋爱 我都不知道 这说明我这个当爸爸的 太不称职了 我知道了 是因为觉得女儿不够尊重你 才生气的吧 有点这个意思 其实大满在你公司这么多年 应该还是了解的 只要她对晓月是真心的 我们就该放心了 我们说定了 拜拜 黄大 戴峰 帮你联系好了 下午两点带林月试婚纱 可以吗 好 我这里没问题 我现在联系您了 我现在联系您了 喂 晓月啊 我帮你联系好了 下午两点钟试婚纱 可以吗 那下午见喽 拜拜 可以吗 可以 妈 好看吗 真好看 我们去看看配饰吧 好 我先进来 我请问一下 如果我们婚礼的当天 在你们这儿租婚纱的话 费用怎么算啊 这个代主管 已经跟我们打过招呼了 她说只要是在这里拍婚纱 我们的婚纱就是免费提供的 代主管 不是王小姐来联系的 不是的 代主管打过招呼 说是你们的朋友 不然怎么会那么便宜 代主管 叫戴峰吧 是的 没错 林总 过几天我妈就来了 到时候 还想去家里边拜访一下您和阿姨 是啊 您还生我气呢 没有 我没生气 那您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再看呢 狠狠地看呢 您果然还是生气了 您果然还是生气了 怎么样 你们别愣着呀 怎么样嘛 漂亮 太漂亮了 真的 刚刚呢 好 黄达 曹达 你觉得呢 雨桥佑 很像个大明星 爸 哎爸 你别走啊 晓月 把爸爸 你 대해서待会儿 你听听了 主持两千 化妆十八百 数码摄影两千四 摄像三机位三千六 这那么多钱 这可真够贵的 今天晓月特别开心 她说了 肯定会有一个 特别好的婚礼 不知为什么 看到女儿这么高兴 想到她的婚礼 心里挺兴奋的 只要二十五年前 像现在这样 不愁吃不愁穿 你也想办个婚礼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会一直喜欢你 像这样的喜欢你 青春喜欢微露的晨曦 像月光连黑夜的孤寂 我会一直喜欢你 像这样的喜欢你 像雨间喜欢沉散漫步 像冬日拥抱雪花轻舞 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爱恋 哪怕你有放手的勇气 这是对你用尽全力的爱恋 只要像这样喜欢你 只要像这样喜欢你 我会一直喜欢你 像这样的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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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间喜欢沉散漫步 像冬日拥抱雪花轻舞 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爱恋 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爱恋 只要像这样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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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爱恋 只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爱恋 哪怕你有放手的勇气 这是对你用尽全買 Olá 像这样这样的喜欢你